那要创建自己的场景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都是确认系统单位 其实不管怎么样 第一件事情都要确认你专题组里面 所有人的系统单位是一致 接着呢滚轮滚远一点 看这个地方 这是一公尺 所以我拉到一公尺为单位的距离 一公尺为单位的距离 使用画线工具 我把snap打开 锁定打开 然后轴向打开 大概正常来讲 这样子操作比较方便一点 这样子 好 打开锁隔点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用画线工具 直接锁隔点绘制 好 那你就可以开始考虑 开始想好 这里 你就想一个平面配置是什么样子 那如果这里是门 这里是门一公尺 我先留一公尺当作门 那过来以后 这个房间几公尺 那我们做大一点好了 客厅嘛 可以面宽宽一点点 那边不管是门还是走道 那然后过来呢 我要做窗户 那窗户大概留这个 这样两公尺其实有点大 等会会缩小 好 然后要转折 为什么会这样折 其实都有一些操作上的需求 好 然后 OK 那 再折过来 好 这样会形成一个房间的结构 它虽然不在正中央 待会再移动就好 好 那 这是我的墙的结构 然后 我要把它变成墙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一个 呃 CREATE 好 AEC 这一个 我也可以 但是 我不建议 不是很建议用这一个 就我没有要用它的 窗户功能 我要用自己做的 好 那变这个样子以后呢 圈所有的点 反正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地方 你要做窗户的地方 一定要留下 这个距离 要做门的地方 一样要留下这个距离 好 那 然后现在再来调整 好 就是选点开始 做调整 呃 窗户是不是太宽 好 窗户如果太宽 就是这时候开始调 呃 这是两米的窗户 两米太宽了 一米七 一米七再减个 这样是一米六 一百六十公分宽的窗户 应该还可以 差不多 好 我留成一百六十公分宽的窗户 那 门呢 呃 一公尺有点 我把它做大一点好了 一公尺十一 一百一 或者一百二好了 好 一百二 宽一点 好 门在这 这等于是个 呃 小书房 或者是 反正不管 就是一个room 那我们到时候装饰 摄影机去看这个角度 装饰这个位置 那窗户的位置 如果你觉得太靠 墙 那你就整个 好 把它拖过来 哎 没抓到那个 好 就自己整个这样移动过来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配置先确认以后 我们就可以要做接下来这个操作了 选所有的点 选所有的点 然后 break 打断 所有的点 然后把它打断 OK 打断以后 就会变成有很多条线 很多条线 好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全部detach 所有的线全部分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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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的spy edit的spy 然后次物件spy又全选一次 这时候是用 这时候是用instance的spy的状态下去做操作 我要做墙的厚度 20公分 给它 好 墙就出来了 那你还可以决定是像 我现在预设是向外涨 好 还有 这个outline这个数字输入enter以后就 不能再调整 再调整会用现在这个红线再变粗细 所以 一开始就要决定好 那我通常就是 要嘛你就on do 然后再来一次 然后你是要 我不建议用这个center center的话会有交错问题 会有这个交错问题 如果你不介意交错问题才启动 好 那 ok 墙面好了 不过呢 这墙的交界不是很好 好 ok 接下来就不是问题了 接下来回到 次物件离开 开始一堵一堵墙的修正 就是一堵一堵的修正 右键 这里可以convert成spy 好 用这种方式操作以后 你看起来这里是尖锐的点 其实是编 那个 被支曲线 其实这是被支 被支corner这个 所以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转成corner 还要转成corner 那转成corner以后才能这样子移动 你才有办法这样子锁点 不然的话都会变成 被支曲线的操作 好 当然如果你要用被支曲线操作 其实也无法 好 所以我会把这些呢 修正一个 右键convert成spy 好 这个要不要修正到 不是一定 因为如果你抓了准 不会抓到那个 张力棒的话 还是可以 好 用 这个操作 好 这边盖这边好了 等一下 不是这个 要合并 好 你不操作会变这样 就很容易抓到 那个张力棒 所以我通常会再做一次 转成corner 然后才来做 这个操作 好 那所以墙面完成 开始涨厚度 你就可以开始一个一个 一处 好 楼层高度 比方2米8 280公分 好 那 第一面墙就上去了 好 墙的高度就 出来了 好 那 所以这个一处 就可以copy paste 好 你要paste的instance 也可以 paste也可以 那直记的一件事情 这些堆叠 这些堆叠最后 我们会把它全部放弃 好 你要变成 真正要当作模型用的时候 就不要留这些堆叠 paste 好 ok 然后 门跟窗户 比较特别一点点 先把它压掉好了 capsule paste 但是不要这么高 我们底下墙上来到高度 大概到110 110公分 女儿墙的高度 大约110公分 好 然后上面才是窗户 或者也许不到110公分 也许只有90 有的做窗户做比较矮的是只有90 那安全一点至少应该有一公尺以上 你才不会很容易就翻下去了 好 那 好 这是我的 女儿墙的高度 好 确定 然后 先关掉锁隔点 按住shift 复制一个上来 copy 这个呢 负的涨 往负的涨30 30还是40 就是窗户到屋顶的距离 这个是窗户到屋顶的距离 然后呢 它的对位用锁点 锁vertex 锁vertex lock住 就是我会把它 为什么lock不到 有 lock住才不会点到别的物件 然后锁点对上去 这是我窗户的位置 好 OK 那门呢 一样 这个地方 也会是 就是你门上面 下来还是有一块 所以我又换copy 这一个 给 门框 取消那个 锁定 paste 然后再 启动 用3D锁点 lock住 抓它 往上锁 因为我用负的就比较好操作 我锁到以后再来决定 2米8高的楼层 门板不会高到超过太多 门板大概2米1 负70 280-70 这是门的高度 可以减少 减60好了 220 门的高度 好 所以 房间的墙面结构就完成 那我就可以开始在这边 准备做 窗户 好 那 窗户呢 在这个四窗左 在这个四窗左 画线工具 虽然我现在窗户样子不好看 不管它 画个矩形 锁点对上没关系 好 我现在是用锁点了 所以是锁在这个窗框的外面 好 那位置可以再调整 这个不急 好 那 锁上去以后 这一个框 使用 要不然它变成窗户 我会使用 sweep这个指令 sw sweep 好 然后 我希望的窗户的长相是 我们看一下它的样子 要这个t字形的 好 t字形的 你可以从top窗看一下 它现在t是这个样子 往这边t 那 所以我要转90度 好 把它向内变t形 t形向内 那 再来 所以现在窗户已经 基本成型 可是它还是插到墙里面 对齐的位置 好 我现在有t字形 然后我现在这条线 它对在中间 所以t字形在中间 我要对这个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会再靠中间 不过进来一点比较好 正中央比较好 因为这样子 我要为 我要做对齐指令的时候 比较好控制 现在窗框的 好 现在窗框就是一个t字形的 结构 然后现在对在外面 待会去对中 好 那窗框的厚度 窗框的厚度 就从这条了 这一圈 你要多厚 里面10公分 然后所有的厚度加厚 看这里 这个 我现在调的 这个厚度是这里 好 这个厚度 还有这个厚度 这个是导圆角的程度 现在得到一个是这样的框 F4来看 就这样 好 有一个这种样子的框 那 框的宽度 底部的宽度 就是那个t字形底部的宽度 那 那个t字形的 那个t的 直的那一根的长度 好 那我这边就可以用这里来做 控制不用20 大概10 这边也抓10 然后厚度3 倒角 1公分 好 那我就会有一个 好 这个倒角 不做比较好看的样子 应该是0 那 窗户不需要那个 那个怪怪圆圆的倒角 倒了以后 不好看就不要做 好 那窗框完成 Auto A对齐 这个 看一下是哪个角度 X X 自中自中 OK 那现在我把窗框塞进来 好 当然 以窗户来讲 应该是对 我先想看 以现在建筑的窗户来讲 应该靠内一点 所以我们把它X 对 Mexima 对 Mexima吗 不是 Mexima Mexima 对Mexima OK 靠的 贴着 贴着那一墙 然后外面就是 外墙的部分 所以在建筑上面 你会看到是 那个都有个窗孔洞 然后里面才是窗框 好 这些你在建的时候 都要考量到这种 其实是很细微的 小东西 好 那 最后呢 我需要 回到隔点 锁定 我需要那个窗户的支架 那这里就要看了 你要准备把它做成什么样的窗户 中间一根 然后水平气窗 是要在上还是在下 有人是坐在下面 有的是坐这样子 下面是可开的 气窗 上面是 下面是采光窗 上面是拿来看的 这里就看你的 喜欢用什么样子 把它做成 好 做特别一点 底下就是采光窗 上面是窗户可开 那就要做成这个样的T字型 好 锁个点 现在它在世界坐标中心 这没有问题 随便找一条线 attach另一条线 然后 这一个窗户最简单 这个结构最简单 就是render启动 然后是方形的管子 我们刚刚那个的厚度是3 不对 这个厚度是3 就会跟我现在那个T的 那个内部是一样 那至于这个宽度 也许可以多一点5 好 A5好像有点快 好没关系 应该可以 OK 它对齐AUTO A AUTO A 对齐窗框 那 X的Center对Center 中心对中心 OK 那就会对在 刚好街上 你要再细一点 窄一点也可以 那我就得到一个 好 这样结构的 窗户的架构 好 那这样子有了 也要做地板了 好 地板 Plan 要看你要不要有厚度 因为其实这里 大概这个地板 不需要有厚度 你就直接做个Plan 好 那锁隔点 如果你怕会漏光的话 怕会漏光 那你就开到10公分为格 连墙壁一起封底 封起来 那这就是地板完成 好 地板完成以外 我还会多做一个东西 一般大部分的房子 都会有那个 踢脚板 像我们现在的 校室周围 但比较新的一些装潢设施 就是墙壁直接漆白漆到底 然后跟地板相接 不会再做一个 踢脚板的结构 那我这边会保留这个结构 因为我要讲一下 一样也是应用 所以画线 沿的这里走 沿的内侧走 沿的内侧走 那只有门那边没有做 OK 所以现在会在这个 墙角会有一个 它吃这个Render 这个不要 把它关掉 这时候不用 我只要这条线在这里 又是Sweep指令 因为我只要很简单的踢脚板 所以只要L型的 L型 对 那看一下它的方向在哪里 现在的L型是这样L 不是我要的角度 又要转 又要转 角度 不是这个 这里 0 0是我要的 好 对了 那对齐的位置 应该是这里 所以对进来了 现在有一个厚度1公分 不对 那个高度6公分 应该可以高一点 大概10公分左右 然后 折过来的部分不用这么多 好 折过来的部分不用这么多 那厚度呢 0.5差不多可以 好 然后它是一个导圆角 这里有一个导圆角 我不只希望这里导圆角 我还想导连边缘也导圆角 不是这一个 是这一个 这边也只能 厚度是0.5 所以这里也只能到0.5 这个大一点 1 我就会得到 一个很漂亮的侧面 是这个样子的 提脚板结构 在这里 那如果你要做比较特殊的造型 比较有一些雕花纹理的话 待会我会用到那个功能 好 就可以再做别的工具 你现在房子 该有都有 好 屋顶还没做 赶快放个屋顶 box 好 你用plan也可以啦 其实没有差别 只是我这边 就把它换成用box做 好 然后往上搬 直接移动往上搬 因为我知道这个 就是往上搬到 280 好 OK OK 那我现在完成一间 自己做的room 把摄影机放进来 physical camera 找个视角放 大约像这个样子 好 然后选摄影机 好 整体一起选 往上移 大约 就是我们平常拿摄影机拍照的高度就可以了 好 按下C 回到摄影机视窗 那选摄影机 因为它预设是 标准镜头 预设是标准镜头 所以你会看到的range 其实 还蛮受限的 那另外顺便也把我render要的尺寸设一下 我们出图大概 现在做都请你做HDTV 好 那我先出 480270的大小 按下shiftf 安全框 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render的大小 还有摄影机只能看到这个范围 在搬旁边一点点 好 然后通常你在室内拍摄拍这种东西 你的镜头的focal lens 大概会放在24或35 24或35 35的话 其实不够广 一般大概需要用到24 比较 够广角可以这样子看 就是世界看起来比较漂亮 OK 那再抬高一点点 比较像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感觉 OK 好 那 这样我就完成第一个阶段 我要取的景跟我的room 那留个窗户当然是很重要的 因为 我的主要 踩光就是靠那个窗户了 室内当然你也可以再打灯 不过呢 其实我们主要将来的主要踩光 就是靠这个窗户 那 视角当然自己可以再调整 你要看哪个方向 还是你要这样子 还是要这个样子 有一点窗户比较减 好 一点点 OK 好